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关亭水库最大建成的那个是 四十亿立方米 就它的库容量是四十亿立方米 它可以存续永定河的两年的这个水量 那个永定河现在一年 你流到北京有多少亿水 你知道吗 三亿立方 从二十亿减少到三亿立方米 为什么 为什么减少这么多 永定河上建了五百多座水库 你关亭水库 你中央政府能建一个大水库 我地方政府 我乡政府 我多能建一个小水库 建了五百多座水库 那你也知道河北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蒸发 你下雨没有蒸发量大 下雨你们河北七百六百毫米 七百六百毫米每年 蒸发量三千万毫米 你把水全部集在水库当中 那么我只是根据 就是密云水库的这个资料 密云水库的每年的蒸发水数是百分之九 我们不算这些水库是蒸发百分之九 我们只算这些水库 每座水库减少百分之零点一 零点一的这个水量 五百座水库 就可以让你所有的水库便利 对不对 它是地检类的这么一个趋势 是不是和这个森林的毁坏啊 什么也关系 有关系 有关系 就是土山 那么就是说北京的这个水资源呢 在于它原来的就是这个破坏 人的破坏 人为的破坏 后来北京就是说 就是曹白河的水领到密云水库 当时讲的时候是这么说的 曹白河以前不留进北京 直接留天津 那么然后他们就说我们修个水库 一半水给北京一半水给天津 天津没办法说 那好吧一半水给你一半水给我 那么除了这个关京水库以后 就密云水库也供北京水库 后来中央和那个天津说 他说我们北京水不够 我把密云水库的水库都给北京 你们天津就拿什么水呢 天津你们就拿就是 就引蓝入金的那个水 所以就送了天津一个引蓝入金工程 现在引蓝入金工程 水污染 水源 地的水源也不足 唐家口水也不足 建在一个大断裂上去 老陆 而且污染很厉害 所以天津也不靠这个水 天津现在靠什么水 靠海水淡化 淡化 它靠海水淡化 它相对来说 它对环境的影响要小 而且它就是成本也低 但是水利部它不让你做 因为你要知道 这个做这个工程的那个钱太多 对不对 这个钱太多 你中国建水坝 建水坝 大渡河上的这个水库 大坝的建设 都是周永康和他儿子 一手掌握的 对不对 那些工程是给他送钱送了 几亿几亿的送 这个利润太大 利润太大 人家都说的是 这么形容中国的工程 叫 金桥 银路 钻石坝 你修个桥 那是金子坝的 你要修个路 可以算银子 你要修个大坝 那是钻石坝的 他的那个回扣太多 你又没办法检查 你又没办法检查 你就说 我做过一个对比 就账目水 账目这个电站 和那个就是 尼泊尔西寨河的这个水库 尼泊尔西寨河的这个水库 是由三峡集团做的 这边这个是用华能做的 都是中国公司做的 就是说 在西藏建立的水库 它的单位 发电能力的投资 是中国公司在尼泊尔做的 百分之一百三十 你就很难想象 为什么中国公司到国外去做便利 到国内来做便利 对 其实你 如果华能要把这个电 按照他的成本 卖给西藏人的话 西藏人根本用不起 他直接就是 我的那个费用很高 他并不是说 你是发电 有电就行 其实西藏 从去年开始 西藏的水电就已经过去了 西藏水电过去了 而且西藏的水电 每一个水电站 现在大的水电站 都和开矿连在一起 都和西藏开铜矿 开金矿 现在又增加一个开黎矿 因为开黎矿现在很热 在西藏很热 前几年是开金矿很热 这几年开黎矿很热 为什么开黎矿很热 因为大家都要发展 电动汽车 电动汽车 现在就要用虚电池 虚电池 虚电池它要用黎做原料 所以黎的需要量很大 那么就是这样 那么中国的黎矿 哪里储存的最多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 青藏高原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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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